其实这是我们调色思维特训营的最后一节直播课 所以才开始呢 我真的要非常感谢大家 在这过去的五天里 一直都在坚持学习 其实我在群里面呢 还有就是大家客户的作业 都能够感受到大家的学习态度和付出的努力 所以今天呢 是我们特训营的收官之作 然后昨天我在后台导出问题的时候 我看到很多同学的提问都很有价值 所以我也简单的做了一些归类 有一些比较实际的问题 我看到很多关于艺术的问题 还有很多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这些问题我觉得真的都很有意思 很值得我们去讨论 所以希望我们在今天的直播间 你可以尽量的聊到 如果是今天我们没有聊完的话 有可能我们还会找机会 再给大家做视频呀 或者是在课程里面聊到 然后今天呢我也特别邀请了一位 Justio调色训练营的老学员Amber 然后她呢 我想她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 她的学习经历和成长经历 因为她在几年前也是从零开始 学习摄影和调色的 但是她现在已经从一名业余的爱好者 转型为了一个职业的摄影师 所以我觉得她的分享应该也可以给大家一些 很有价值的启发吧 所以在接下来的一个多小时里面 我们就一起讨论 一起分享 准备好了的同学可以扣一 前二十位的同学可以得到Justio人像蒙版预设 里面有修饰眼睛 皮肤 嘴巴等等 之后后面呢 我也会时不时的跟大家发一些小的礼物 我觉得这些预设还挺有用的 因为有时候其实特别是人像精修 对吧 它本来就比较繁琐 我觉得有些同学虽然说他需要去学习一些方法 但是在学习方法之后 他可以用这些东西去加速一下调色 我觉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时间就很有限 就应该把时间用在更有创造性的一些东西上 虽然说有些同学现在还很排斥一些 什么AI或者是预设 但是这个问题我们后面有可能也会聊到 这是之前我收集到所有的问题 然后里面的问题呢 有一些比较实际的 但是也有一些比较值得深入讨论的 所以今天我们就一个一个的来 能说多少说多少 然后这第一类问题呢 就是有同学说 在后期调色的时候没有灵感 不知道如何去给一个照片调色 调色没有思路 基本只能就原片进行简单调整 没有太多冲击力怎么办 谢谢老师 遇到图片不知道怎么调色 应该根据色彩理论来 还是根据自己的风格偏好来 调色时对色彩的把控不到位 如何形成自己的摄影风格 如何跳出城市化调色 找到合适照片的风格 而不是每张照片都套用同样的调色参数 这些问题我把它归纳成了一类 因为它们都是属于如何形成 自己摄影风格的这一类的问题 这套预设我内心好像 有点没有安全感觉的 自己很弱是什么意思 别人现成的 所以那我就只能 别人能是怎么样 我就用成什么样 那我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套预设的经验 就是套了预设之后呢 如果稍稍懂一点曝光的知识 或者是色彩的调和的知识 你会发现那些预设 会把你的照片毁掉 其实初学的时候 大家会觉得 我一套预设 那个风格就完全不一样了 还很吸睛 其实就是因为 它让你看到了现实生活中 看不到的颜色 所以你暂时是会有一些冲击力的 我自己是这么觉得 随着你自己的能力慢慢的增长 然后审美的提高 你就会觉得那些预设 就会毁掉你的照片 让你的照片变得很奇怪 每张照片成片的风格不稳定 有可能是你现在还没有固定自己的想法 我觉得有可能是你今天觉得这个好看 明天有觉得那个好看 有可能你喜欢的东西还比较多 这个时候呢 你的风格就不会很稳定 就像青春期和成年人是一样的 青春期你可能就很容易被其他人影响 对不对 但是当你经过一个成长期了 然后你自己的个性和理念 你都很固定的时候 你就不会被别人的风格带着走 你就会知道你自己想要什么 你想要表达什么 这些东西就会让你的风格越来越稳定 所以我们就从第一个问题 后期调色时没有灵感 不知道怎么去给一个照片调色 所以我觉得灵感这个东西吧 其实首先大家需要知道灵感是什么 因为其实很多艺术学科的初学者 都会用灵感这个词 但是艺术行业内有经验的人 反而会用的很少 是不是很搞笑 其实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因为一个专业的摄影师或者是摄影师策划等等 关于创作这一类工作的人 他绝对不会说 我今天没有灵感 我就是做不出来 我没有办法交付 这是不可能的 大家需要知道这是不可能 我不可能说我今天没有灵感 我这周就不更新 我今天没有灵感 我今天就不来做直播 这个也是不可能的 因为专业和不专业的区别 就是在于专业的摄影师 他可以在最恶劣的情况下 也可以保持一定的水平 就设计师也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同学的问题 你的问题 我觉得它不是你有没有灵感 而是你没有思路 因为很多行业 灵感确实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呢 人的灵感绝对不是凭空产生的 所以说为什么 有一些初学者他会说 我今天没有灵感 其实不是你没有灵感 是因为其实灵感这个东西 它也是来自于 比如说我们平时的积累 从书本生活艺术各个方面 获得的信息 它们混在我们的脑海里 有些事情啊 它可能会形成一个很清晰的框架 但是有些事情 它就是混沌 它就是绞在一起的 在我们的潜意识里 所以当我们面对一个新的问题 或者挑战时呢 我们的大脑就会自动从这个 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数据库 里面提取相关的信息 然后它就会进行组合变化 从而产生新的想法 所以灵感它实际上是取决于一个人的知识储备 比如说我们开篇有讲摄影 艺术的五个核心语言 有什么大家有没有记得的 构图 曝光 反差 色调 质感 比如我们通过影调来塑造画面的氛围 通过色彩来表达我们要表达的情感 通过构图来引导观众的视线 我归纳出来的这几点 其实不完全是给我们的新手用的 其实我自己平时在调照片 调视频 也会根据这五点来调整 只是说我可能和才学的同学 我们可能不同的 就是在每一个语言中 我的脑海里有很多的模型 它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来调整和组合 然后就可以产生不同的调整方案 这样我们就可以跳出程序化的调色 就像最后一个问题 它说我怎么跳出程序化的调色 其实就是因为你头脑里面的模型多了之后 它的组合和变化 它就可以让你去跳出一个固定的程式吧 还有比如这个问题 只能就原片进行简单的调整 没有太多的冲击力怎么办 如果这位同学他说的只是色彩的冲击力 我们不说前期的构图带来的冲击力 可能这位同学他是不熟悉怎么去配色 或者是怎么去调和 因为在原本的照片上 其实我们用手机拍的照片 它拍出来的颜色和这个世界上 实际世界上的颜色就很接近 如果是我们稍稍做一些变化 其实就是风格化的调色 其实说白了 就是让大家看到现实社会中 看不到的一些场景 或者是一些光照效果 或者是一些色彩 它看起来就会非常的风格化 所以我觉得冲击力 其实就是应该在现实的色彩上 去做变化 去升华 因为艺术来源于生活 高于生活 其实这句老话大家都懂 所以和现实太相似的时候 我们的照片就不会有冲击力 然后其实冲击力对我来说 冲击力很大程度上 我觉得它和我们照片的一个名案对比也有关系 你看一下我们风光调色教学中很多案例 其实你都可以感受到 特别是风光精品课第一课 我们讲的黑白摄影 只要是突出了主体 在视觉上就会产生很大的冲击力 所以我觉得冲击力它第一方面 我们先不说前期 我们就后期来说 它第一点它一定是来自于名案的对比 就是亮部和暗部 你怎么去安排它 你的主体是在哪个地方 其实我觉得这五个语言吧 就是构图 曝光 反差 色调 质感 它就像是一个路标 然后每一个路标里面它有很多的延伸 而这些东西不是我们学学软件 或者是学学仿色就可以得到的 然后我看一下还有什么问题 这一页 还有就是比如调色的时候 对颜色的把控不到位 我觉得这位同学的问题 应该就是在色彩之间的调和不到位 比如说要几个颜色在一起怎么样和谐 怎么有主次的关系 其实这些东西很多色彩原理都可以参考吧 比如我们以前讲过的面积调和 饱和度调和 色相调和等等 都可以把控颜色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不能自由地调色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调色 它就和生活中很多事情都是一样的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够理解 比如说一个刚出生的小孩 他要获得行动的自由 他需要跌倒了 再爬起来 再跌倒 再训练 才可以学会走路 这样他才会有行动的自由 对吧 再比如我们要和外国人沟通 那我们就要学习外语 如果我们要学习 如果我们要选择单位的自由 那我们就需要提升自己的职场技能 才有更多的选择权 沟通也是一样的 我们要学习表达 怎么样表达自己的想法 表达的训练也是需要的 那同样的道理 其实要调色的自由 也需要勤加练习 因为我发现90%的同学只是看课 但是不练 大家觉得这样可以学会吗 就像我们看别人走路 自己不迈出一步 而且尤其是刚开始学的时候 是最困难的时候 对 就在这个时候 其实大家最容易放弃 对对对 万事开头栏嘛 但是我觉得只要迈出了第一步 后面的事情就会很简单 其实我们做其他的事情也是一样的 你看我练了多少年呢 我是从几岁开始画画 然后一直在这个行业内 然后现在每天也会一直接触这个东西 所以我也是练出来的 从20年的时候 我下次有调色训练营开始的时候 其实当时呢 我让每个同学进入我的课程 都会写一个自我介绍 还有自己的调色目标 然后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本子 每一个人他每周做的作业 我都会给他贴在里面 然后给他一些反馈 然后我发现呢 大部分的同学 他都写的是什么 大家能不能猜到 来自世界各地的一些同学 他们写的都是一个目标 自由的调色 自由的创作 所以我觉得要实现这个目标吧 我们每一周的训练 比如说我们每一周 有公开视频 会员视频 23年24年的练习合集 其实都是在给大家 创造这个大量练习的机会 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可以练一下 然后也可以在我们的群里面分享 把你自己的练习成果分享 然后你一年之后 有可能就会回来看到 我的调色或者是我的摄影 真的进步了不少 学习老师几门课了 有志的飞跃 按照老师的建议去学习了一些绘画之后 确实对自己的摄影帮助很大 对对对 其实摄影它不是说它只是学习摄影 因为其实很多原理都是共通的 我可以很确定的可以告诉你 绘画 摄影 设计 这一个领域 其实他们很多的底层原理都是相似的 你学习摄影 你完全可以去看杂志 你可以去看动画片 你可以去看电影 你可以去看绘画 它都可以对你有很大的启发 虽然说初学者有可能这样子会被搞乱 但是这绝对是你后面要走的一条路 然后我们到第二个疑问 第二个疑问我是把这几个问题把它归纳在一起了 我给他打了一个标签就是推荐书籍 其实这些问题都是让我们给他推荐一些书籍 因为其实不只是这一次特训引你的同学 因为我经常也会收到一些类似的留言 这个其实我也没有回答过 确实没有明确的回答过 因为说实话这一类的书籍 就我知道的书籍 至少是我知道的书籍 它并不能解决 但是这些书都比较老了 比如背地色彩 色彩的性格 色彩设计原理等等 第一它们是有局限性 比如它是讲绘画的 讲平面设计的 就算是针对摄影颜色搭配的 其实看完你很难可以把它运用到你自己的摄影上 你不信啊 不信大家可以自己去翻一翻 因为比如设计配色法 调色的书籍 PS或者是Lightroom的操作等等 你可以去看一下到底有没有效果 伊顿的色彩艺术我之前是推荐过的 但是这本书现在对于一部分同学来说 它还是讲得比较晦涩 因为它是翻译过来的嘛 而且这些东西也没有办法直接的应用到我们的摄影上 这些书虽然说你可以找到一些色彩的原理 但是其实这些书里面讲过的 我们在课程中都是以理论加实战的形式来呈现给大家的 我觉得这种方式可能更容易大家去吸收 吸收和运用到自己的摄影上 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这里可以分享一下 学习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套路 你看书是看不来的 而且在教科书上你也绝对找不到 就是这一类前辈可以给你总结的 也是最值钱的 因为这些东西一定可以让你少走很多年的弯路 避开很多的坑 比如我给大家总结的五个核心语言 LAB调色法 色彩偏移的配色法 还有怎么去安排主色和辐色的关系 怎么样去突出主体 各个摄影主题的调色 怎么去构建自己的风格等等 其实这些你在艺术的书上绝对是找不到的 就算是国际的艺术学院 你也不可能学到 因为我从小开始画画 然后大学硕士工作一直都是艺术相关 不管是哪所国际学校 老师都不可能教给你这些东西 而且这些艺术学校是没有教材的 它上什么课呢 它完全是取决于老师 我今天想要口头去输出什么 而且都是点到为止 它都需要大家去思考去误 你能不能误出来就看自己的造化了 还有就是以前我们的调色学院 已经有一个同学 有几个都是大学生 然后他就在群里说 他上完我们摄影系统课 比他大学四年学到的东西都多 而且有段时间还有同学在跟我留言 说他说他们大学上的摄影配色课 老师是直接放到我的视频 所以我觉得这些同学的问题 书籍是可以看的 因为每本书它都有一些价值 它都可以启发你去思考 或多或少都会给你带来一些新的东西 但是也不能期望太高 我觉得最直接的方法 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些摄影网站 比如Pinterest Instagram Behance 还有国内也有一些网站 比如图虫 Pixel 这些 Amber 你们是平时是在哪看摄影的 也挺多渠道的 对 但是我觉得有很多网站 其实它的照片都有一些落伍了 对 就是我觉得比较比较与实际 就是Princess这样子的一些网站 然后小红书有一些推荐的 有时候会有一些美图推荐的那些 我觉得也挺有欣赏价值的 对 因为有一些同学 他可能没有办法去看国外的一些网站之类的 对 但我觉得我自己个人的话 我也会从就是比较经典的一些电影里面 去找到这样子的一些 因为有些导演 他非常擅长用这个视觉语言去表达 他的画面 一些呈现 我觉得也是一种很好的学习 就我知道的 因为我以前在电影的公司里面 和他们也有接触 其实一个导演 他会和那个摄影指导 他们在做一些脚本的时候 他会和一些很著名的一些摄影总监 去构思一下那些配色 还有和调色师 他们三个会提前一起工作 其实大家从一些比较知名的电影里面 是可以吸取到很多很高级的配色的 色调和情感之间的关系 当然大家需要注意的就是 电影它和照片之间的调色 它是有一定的差异的 也就是说电影的色调 它不能够完全照搬到照片上 这些知识点 其实我们在系统课中 也完全都很详细地讲过 我们可以把就是电影里面的色调 搬过来 但是需要做一些改动 然后这个就是关于书籍的一些问题 还有一些比较实际的问题 比如我的色感差 然后再加上有一些色弱 工作十年了 调色还是不好 我应该从哪个方向去发展 想请教老师具体怎么判断 影调 中长调 低长调 怎么确定 图变轻微的偏色怎么看出来 就去年开始 我就收到过不少五个留言吧 就是说 我有色弱 然后我应该怎么样去调色 然后当时其实在做摄影系统课之前 我就接到这些问题了 让它的群体比较少 但是这个问题对我来说 真的很有研究的价值 所以我在系统课的第一课就有去讲解 有些人他可能在这一行 在做关于色彩的工作 他会很容易发现自己有色弱的问题 但是其实也有很多色弱 他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色弱 因为他没有做相关的工作的话 他就不可能察觉 我不知道就是 这位同学他的感受是什么 应该就是说 很难把握色彩的差异和变化 但是这些问题 他不仅仅只是色弱才会出现调色效果不好的情况 其实很多同学 我觉得应该有90%的同学 他都会遇到相同的问题 以前我遇到过从业十几年的同学 有电视台的 有职业摄影师 他们没有色弱 但是他和你有一样的问题 我不知道这位同学在不在 我记得有一位同学 我觉得当时印象还挺深的 他说自己有40多岁了 但是如果今年还是调不好色 就打算放弃在这一行楼 好像他当时是在电视台工作 他就决定去做其他事情了 但是从他们的身上呢 我发现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虽然说他们是行内的人 但是他们也从来就没有系统的学习过色彩吧 其实和爱好者也是差不多的 都是在凭感觉 所以我觉得这位同学在后期调色的时候呢 可以和所有人一样 你都应该更加深入的了解色彩原理 和一些调色的技巧 他在养木翼 对对对 你都应该去知道这些色彩的原理 比如说我们说过的配色法 怎么样去调和颜色 我建议你可以建立一个自己的调色参考体系 比如说我自己的调色参考体系 就是那个LAB调色法来判断颜色 我在公开视频里 每次也粗浅地给大家提到过吧 因为这个里面的知识点很多 所以我在系统课里面 是用了两节课去讲这个东西的 有可能大家对它不是特别深入的了解 但是呢我研究这个方法 它是来自于影视调色的启发 因为在视频调色中 不管是PR就是Premiere 还是Final Cut 还是达芬奇 我们都有亮度试播器 它可以帮助我们来参考 怎么去调整曝光和对比度 然后矢量试播器呢 它可以调整色相和对比度 RGB分量试播器 可以调整色调和白平衡等等 也就是说我们在调色的时候 可以在亮度色相饱和度上 都有非常直观的参考 不管是视力有没有问题 我们都可以更加精确的调色 所以说在照片调色的软件中 我发现其实它只有直方图到现在 而且直方图它显示的信息也很有限 比如说它可以显示影调 是 没错 我们也可以从中去读取亮度色彩信息 但是它还是非常局限的 它和视频调色完全不一样 所以在那之后呢 我就研究了怎么通过LAP颜色值 来辅助大家精准调色的一个方法 我就用达芬奇修图 但是在视频调色里 你去调照片的话 它还是有一些局限 比如说Homero Road中的浑色器 里面其实在调整每一个单个的颜色的时候 它比视频调色会方便一些 然后还有怎么看出偏色 这个刚刚我们说了 比如说我们在系统课里讲了 怎么用软件测出照片 是偏黄 偏蓝 还是偏红 怎么样去校对偏色 这个也对应的有五个调整方法 如果照片是人像的话呢 你可以根据肤色来判断 照片是不是有偏偏偏 比如说在影视调色中 我们也会经常用这种方法 就是用肤色来作为参考色 在摄影里面 确实大家可以用Lab调色法 判断有没有偏色 这个是非常直观 而且科学 用屏幕 屏幕可能还会因为指示器的原因 但是那个数值它是不会错的 所以学习这个知识 我觉得还是对我自己帮助也挺大的 最后一个问题 我进入此课程 是要了解 好好掌握调色技巧 但我估计老师会拆分的更为具体 更系统的学习步骤 以便学习者可以循序渐进的掌握调色技巧 我们的整个系统课程 它是一共分为五章 然后全世界各地的同学都有参加 人数已经有八千多人了 这个课程一共是有13节的基础课 14节的色彩科学课 20节的主题进阶调色 10节的PS合成大师 3节的音频艺术创作课加福利课 这个课程它的设计是从初级到高级 然后全方位的调色训练 比如当中有软件功能详解 因为现在有一些零技术的同学 他还不熟悉软件功能的 还有就是摄影配色 仿色 精准仿色 然后进阶调色等等 然后这个课程里面 它也包括了几乎所有的摄影主题 比如大部分人他喜欢人像 也有人喜欢风景 也有喜欢美食 微距 长焦 合成的 都有都有 然后里面我们也会提到前期的拍摄 打光 构图等等 是一个非常超值的系统课 其实这门课的内容 它是沉淀了很多很多年 制作都花了整整一年 而且当时我设计这门课的目标就是 如果大家一辈子只抱一门摄影调色课的话 那么这一定是最后一次 所以当时我是抱着这个目标 去做这门课的 不是我吹这个软件我真没学过 就自己靠着感觉瞎修一修 比原图确实看着舒服点 想系统研究一下 比较老一点的摄影师 他以前他都会直出照片 因为那个时候Adobe的软件还不是这么普及 但是现在这个社会就它的审美啊那些 它的创造性的东西就会更多了 比如说对于有一部分摄影师来说 他觉得我拍了一个照片 这个只是我的一个草稿 那我要通过后期 很多的后期 这个才是属于我的很完整的一个作品 其实我可以很理解这一点 因为我自己也会 因为当你很熟悉这些软件工具的时候 你就知道原来我要实现这个东西 我要实现这种效果 我是可以达到的 它可以完全充分的 让你去发展你自己的创造力 和你的一个想象力 Amber你平时调色多吗 我调色多呀 到现在为止吧 就是调色的 不会像以前一样那么执着 之前很执着 就是希望我拍了一张照片 那我可以通过后期可以改头换面 有这样子的一个 的作用在 那现在的话 不会去追求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知道它的本质是怎么样子的 你就会只是去拿 你自己需要的那一部分就OK了 因为对于每个摄影师来说 调色和不调色 我觉得是在于他心中的那个蓝图 比如说大家可能都有自己想去的一个地方 有些人是罗马 有些人是埃及 有些人是法国 有些人是北极 我自己比较喜欢北极 我们心里都有一个蓝图 但是要达到这个目标 有可能我们骑个自行车就到了 有可能我们需要坐汽车才能到 有可能我们需要坐飞机才可以到 那么这些交通工具 其实就像我们后期调色一个技术的掌握程度 有可能我需要的就是很简单的东西 但是我有可能就是我的想象 或者是我的目的地 它就是那么的精彩 我就是想要达到它 那么我就需要去学习这些软件 我觉得这个是取决于每个摄影师心里面的一个蓝图 就像你的北极星一样 我觉得我们的社群很优质 因为我们的社群里面有世界各地 有新加坡的有中国的也有台湾的同学 然后还有美国的加拿大的中东的欧洲的很多同学 其实他们虽然说有学生 然后也有职业的职业摄影师 然后有编导有导演 还有很多爱好者也有宝妈宝爸 就好像大家的学习氛围都很浓 而且现在我们每一周都有做一些社群的活动 来帮助大家很趣味的学习 因为虽然说对我的工作来说很多很多 但是我觉得大家能够真的是 在日常生活中就能够学到很多东西 来慢慢积累 对我来说我觉得是一件很值得的事情 其实我也看到有一位 我不知道是香港的同学还是台湾的同学 他有问怎么保持初心 待会我看我们有没有时间去分享一下这个东西 我觉得我对这个还是很有很想聊的 所以我们每周其实也有一些什么抢答问答 还有每周的练习公开课的练习 我们也有会员的练习 其实我觉得都很有趣 然后大家分享出来 你这调的不好我那调的不好 大家一起商量一起切磋 或者是在生活中我们被其他视频种草了 这个戏草我该不该买 因为每个摄影师家里面 其实都有很多从来不会用的一些器材 包括我自己 我十几年前其实也会买一些有的没的 根本就没有用 但是我觉得在社群里面 我也看见大家有同学会 我这个东西我该不该买 我要不要去买一个闪光灯 那些我们的合作摄影师 也都会跟大家说 这个器材到底有没有用 对你来说到底值不值得去买 虽然说有些东西还挺贵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社群功能 还是就像大家在日常生活中 有可能你周边的 没有一些比较权威的 或者是和你志同道合的一些朋友 但是你在我们的社群里就可以去 结交世界各地的志同道合的一些朋友 下一个问题 如何开始一场拍摄 前期怎么思考确定主题 再到后期怎么修出自己想要的感觉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位同学在不在 但是其实我也可以给你总结出来一些步骤和方法 因为其实我们自己也有很多线下课 我们每一次选了主题之后 也需要去安排 确定主题前 我们需要思考怎么样去确定这个主题 然后怎么去安排这个拍摄 然后怎么修出自己想要的感觉 这个是有一个步骤的 Amber你自己有一些经验 你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觉得这个过程是就是我拍摄之前都一定会做的 因为我有尝试过准备充分的和不准备充分 完全没想法的去拍 它的结果是非常不一样的 我们不打没有准备的仗嘛 这样我们想去拍 那这个前期的整一个策划的过程 反而可能会比你整一个拍出来的那个照片更精彩 我觉得那个过程是非常值得大家去学习的 比如说我们自己拍一个主题 我们可能那个想法那个起源 有可能是因为看到一组照片 或者是一个季节 比如说春天花季樱花各种花 然后确定了这样子一个主题 我想拍这个 它可能是一个想法 然后主题落地下来呢 就我们就需要就是确定 怎么样拍出我们想要的那种感觉 有什么样的感觉可以选择 然后我们可以去找很多的一些内容 来帮我们佐证这样子的一个拍摄 确定一个基调 然后呢就是想要的风格之类的 比如说晴天阴天之类的 它都会影响我们最终的呈现 然后包括了我们的器材之类的 都是一些辅助工具来帮我们去 最终达成我们想要的那个结果 对那其实到了后面的调色 我觉得更多的是在一个辅助的作用 也是帮助我们去实现 我们心里想要呈现的那个效果 或者是说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的尝试 来让我们得到不一样的风格 这些过程吧 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修炼的一个过程 因为我们可以从中发现 哪一个环节是我们忽略掉的 或者是没做好的 导致我们这个没拍好 比如说我们想拍一个 比较特写的一些画面 但是我们拿的焦段不适配 或者整个环境没有办法 让我们达到那样子的画面 那我们可以其实可以很明确的 在这个整一个策划当中啊 去找出那个问题所在 对我觉得这个过程 我觉得我自己个人啊 是非常喜欢去做策划 有同学在问 感觉每次出去拍摄 往回家之后放电脑一看 自己满意的 可以进行后期的照片好少 不只是你一个人啊 就大家都一样 我们都是 你会拍很多 但是后来回家一看 一两张有满意的 就很好很好了 其实有一些摄影师 他的目标是一年之内 能够出一到十张好的照片 就已经是很成功了 所以这位同学 你不用去纠结 这个很正常很正常 你不可能拍 出去拍一次 很多张都满意 能够有十张 我觉得那个 真的就是要鼓掌了 真的是 总结一下安倍说的哈 如果是要开始一场拍摄 我觉得前期肯定是 我们是要确定拍摄主题的 我觉得大家 不管是拍原相 拍敬物还是拍美食 都可以按照这个步骤来吧 我们先确定拍摄主题 然后因为主题 它毕竟还是一个作品的核心 比如我们从生活 从电影 音乐 艺术作品当中 都可以获得一些灵感 就算是日常的情绪 还有一些社会话题 比如说有些环保 社会的热点 自然景光 其实我们都可以找到 我们创作的一个核心 然后你找到核心之后 比如说我已经确定了一个主题 那我就需要思考 我希望通过这一次的拍摄 我要传达什么东西呢 我是要讲述一个故事呢 还是要表达某一种情感 比如说你想拍一组 温馨的家庭照片 或者是记录都市的孤独感 因为现在好像很多年轻人 一个人在外 还是挺有孤独感的 然后你确定了这个主题 就是你的主题和你的情绪 你都确定之后 那么你就可以去参考 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去 比如说找一些和你主题 相关的参考作品 你在一些网站 或者是电影 或者是图片里面 其实都可以找到 他们的怎么去 怎么用色调 怎么用构图 怎么用情绪 你都可以先自己去参考一下 特别是在我们初期的时候 就是你的脑袋 你还没有很多种模型的时候 不能自由的去调配的时候 你就可以去参考一下 其他人的 你觉得好看的吧 然后第二步就是策划和准备 然后当我们确定一个主题之后呢 就进入到实际的策划阶段 我们的线下课也是这样做的 比如说我们会先找场地 找合适的模特 因为有些模特他比较甜美 但是就拿人像来说 我们就需要模特 有些模特他比较甜美 他比较适合一些 比如说刚刚有人说糖水片 有一些模特他长得就是比较特别一点 他就比较适合一些情绪化的一些摄影 然后在选定了模特之后 我们就需要去选择道具服装 然后决定是在什么时间 用什么光线来拍摄 这个很重要 因为不管你怎么策划 都需要围绕你要表达的内容来决定 比如说我们是要选择在室内的打光 我们是要选择室外的一个打光 室外的一个自然光还是什么 比如说我自己比较喜欢黄昏的自然光线 因为我还是比较喜欢暖掉的照片 然后你选择了光线 然后时间那些什么都定了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提前去踩点 如果有条件的话 然后具体的细节那些 我觉得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我们的线下课 线下拍摄课 老师也会手把手的指导 从相机的设置 比如说ISO快门光圈 怎么去设置 怎么去引导模特的情绪 因为我看到也有同学说怎么去引导模特 更能够调动模特的情绪 这些其实我觉得都可以在线下课去学习 这些东西都很直观 广州的话有Rome还有Amber 上次Amber拍的那个很情绪的一组照片 她其实就回答了这个同学的问题 因为有个同学在说 我怎么样去引导和调动模特的情绪 Amber其实可以分享一下 我觉得还挺有意义的 因为一开始拍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很像一个刚会学说话的孩子 非常着急 我有很多想说的 但我词汇量非常少 而且我没有办法把这个东西组成一个句子 所以很多孩子还讲话 它是一个词一个词开始的 对我觉得摄影它也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就是我们脑海里首先要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东西在那里 就是我想要什么 这个跟我们的那个主题 包括我们前期准备啊 都是非常紧密相关的 我们选择场地也好 模特或者是任何道具都好 都是为了帮我们去服务的 服务我们想要的呈现的那个效果 对那我自己个人也是走过了一个这个阶段 就是从一个没那么清晰的阶段到逐渐清晰自己想要拍什么 想要怎么呈现 因为我们只有我们摄影师清楚了 然后你才能够给模特非常精准的一个指令 比如说你的眼睛让他往哪里看 手怎么摆 就是你不能跟他说 你这样摆一下往那边 你要给他说 你的手放肩膀上 他就很清晰的知道我要放肩膀上 而不是就是手比较无措的那种状态嘛 对那另外一个就是要知道 我们其实还是得通过非常多的一个学习 才能知道说哪一个姿势是可以帮助你去传达的 比如说像我拍这一组的时候 我会我其实感觉到 我自己想要一个非常就是比较 本身比较宁静的一个状态 就是一些比较淡的一个情绪在那里 对然后我就会想让模特 而且现场环境它其实比较暗 对那我想要有这样的一个光影 所以我就会让模特站到那个窗旁边 去帮助我达到这样子的一个光影的效果 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会让模特做这些姿势 也是因为说它可以帮助我去传达我想要的这个视觉 呈现对那我觉得这个过程其实它挺长的 这有个同学说他拿着手机样图指导动作模特质疑他的专业 老师是被动作的吗 手机存图存的样图是给模特看的 手机存图我觉得这个好像大家可能大多数都会走过这样的阶段 一般一方面是要提醒自己你想要的画面是什么样子的 有时候你可能拍着拍着忘了吗 就是你会忘记自己想要 也有的就是你表达出来 但他模特他get不到 他不知道要怎么样去呈现 他不知道要怎么样做那个姿势 那尝试没有办法之后 你给他照片告诉他 你就按这样子摆 对我觉得这个并不代表着不专业 它是一种另一种形式上的就是说 对对对对 因为你如果给他语言描述的话 很多同学其实他我们都不是一些非常会表达的人是吧 其实就像是平面设计一样 你不可能去用嘴去给人家说 我这个产品都是这样的 你还是需要用视觉的东西去传达 所以我觉得才开 而且大家找的模特都不是那种很专业 我见过专业的模特 在巴林我们也拍过 就是他可以自己摆 你不需要去指导他 大家拍 你不可能请一个非常专业的模特 也不可能 他如果不特别专业的话 他怎么可以要求你特别专业呢 你用那个样图去给他看 我觉得这个你都还可以 就是说请他出来的时候 不是现在大家都会用微信吗 你会先给他拍 你就说我就要拍这种的 那你到时候在现场的时候 你能不能够做到这一点 在现场的沟通成本就会少很多 我觉得可以这样去做 其实大家不用太在意这一点 就是你心理上是接受认可的 就没有问题 其实这个指导啊 我觉得这个东西它是很难 通过说来让大家知道的 有些时候你拍多了之后 你可能会用一些语言去总结 比如说我们要拍一个情绪感的 你就会说 你就表现一个像试炼的那种感觉 不要笑 你也不要看我 你就会发展出一些 让他可以get到的一些词汇吧 我觉得是这样子 就是我现在也会有一个习惯 就是当模特看了图 然后也不理解我讲的 做出来的也完全不一样的时候 我会问他 就比如说你想拍他一个 很自然喝水的动作 但他没有办法 因为你当人知道你是被拍 有相机的时候 他就会有一个条件反射 就是要没那么自然 那我就会让他假装我不存在 然后去想象你自己喝水 然后是什么样 你拿杯子去说 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 对会让他有一种熟悉的感觉 就是好像 这个东西我是很适应的 是很习惯性的去做的 对 但我觉得我们这样讲 其实很有距离感 大家其实没有办法能够很好的感受到 就是现场到底要让模特怎么做 对 其实我们感觉 就是线下课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吧 就是如果大家有这种 也可以参加我们的线下课 去感受一下 到底怎么样精准的表达 或者是怎么样 我想要这样的姿势 到底是怎么拍出来的 对不对 就是可以非常直观的看到 对 还有就是我觉得对新手来说 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因为摄影它还是是在光的基础上 你打什么样的光 其实你那个氛围感就很不一样 但是这一点呢 其实对于自己来学哈 我觉得是很难的 真的是很难 上次我们的线下课 有一些同学 他连就是在每一个场景 就是光线出现了变化 他都不知道要怎么样去设计 设置相机 其实我觉得这些 如果是你可以在线下课 就把很多问题 你平时困扰你的问题一次学了 我觉得他都可以 怎么说给我们节约一年的时间 一年自己去摸索的这种时间 还有我们还会讲 对我们最近还会讲一个夜景拍摄 因为夜景很容易拍糊掉嘛 因为它光线不够 然后我们也不可能 一个人单人作业的话 也不可能就是说我要去打个光 你不可能一个人拍摄 然后还要一个人去举那个反光板 或者是你要带一个理闪 也不可能呀是吧 所以说我们下面的那个夜景拍摄课 就会教大家怎么样去拍夜景 怎么样把人可以拍拍得比较突出 然后光然后周围的光线也比较漂亮 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同学 他也可以把这个当成是一个线下交友吧 我觉得大家在一起讨论 这些很多我觉得困扰你 有可能困扰你很久的问题 就马上可以解决 我觉得讨论还是很对很有意思的 多交一些朋友 然后呢我们之前我还送给了大家 一个灵感的地图 我顺便在这里给大家说一下 比如说我们有时候真的不知道要拍什么 然后我又不想去模仿人家拍一些东西 那我应该怎么样去构思我的主题呢 所以这个灵感地图是我去年的时候设计出来的 大家看今年我是给它改版的 因为今年在课程上也有一些变化嘛 大家看这些都是很多个环形对吧 这些环形其实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每一步 就是一个步骤 大家看中间这个环就是我们讲的曝光 就是我们的曝光 比如说今天你这张照片 我要选择哪一个影调去拍摄 比如说我要选择一个低长调 你就可以去构思我要用一个高对比呢 还是用一个低对比 然后第二环就是选择对比度的这里 然后第三个呢我就会去想 那我拍这张照片我要用冷调呢 还是用暖调呢 然后这里又可以去选 其实大家也可以把它打印出来 有时候就是找想法的时候 你还可以去自骰子的那种玩法 就是你丢你随便丢 就随机的创造出一些敏感吧 因为其实很多创意 我们的广告创意都是这样做出来的 然后或者是除了冷调暖调 你也可以去选一个配色法 比如说我今天人物啊 我要让他穿一个蓝色 然后我的环境色是一个橙色 然后我还要加一个什么 我还要加一个点缀色进去 那么这时候只要超过两个 或者三个颜色 你就可以去用一个配色法 然后呢曝光对比度色调 我们选完了是吧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去选季节 比如说我要选一个晴朗的天气 因为晴朗的天气夏天还是比较多嘛 晴朗的天气我选了 或者是我要去选一个日出日落 这些都可以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去选 好我们把它勾上 然后晴天选了之后呢 我就要选元素 比如说我今天要拍人像 我选一个人像 他不要道具吗 还是说还是什么的 那我再加一个道具 比如说我加一些书呀 或者是加一些花呀那些 然后你就加一到两个 比如说我加花 加花和书 然后我就要然后我就想 哎我拍这个 我是需要他的情绪很张扬 很热烈很开心 还是说我要让他表现得很安静 比如说我要让他表现得很安静 后来其实我们就可以得出一张照片的一个结果 然后其实儿童儿童的照片 或者是一些风景的照片都可以按照这个灵感地图里面的元素去组合 大家真的可以去玩一下 我觉得有时间有精力比较喜欢哈 比较喜欢去创作一些新东西的同学都可以去都可以去玩一下 比如说安倍这个照片 他其实也可以就是按照这种灵感地图去把这个效果给他做出来 现在大家会不会玩这个灵感地图了 比如说这张儿童哈 就是你选择人物 然后你可以选择儿童的玩具 这些地方其实我有给大家标注出 我觉得如果是你要创作出一些真的是要去创新 你就可以按照这个东西来 因为其实我们做广告设计的时候给品牌做设计 有时候也会做这种东西 就是把完全不一样的东西给它组合在一起 它就是一个正义的一个方法 那我们就进入下一个问题了 这个问题我觉得很有意思 我把它归成一类 他说是不是横平竖直的照片更能突出人物的个性 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平时知道的 大家知道的中心构图 包围构图 对称构图 水平构图 S型构图等等 除了这些横平竖直的构图 是不是更能突出人物的个性 是的 牵涉到一个构图的知识 而且这个东西我们是在训练营没有讲的 我们讲的都是一些横平竖直的一些构图方法 但是我们也有一个那个构图的打卡 第一课的打卡 大家打卡了没有 那我们就讲一下这个不规则构图 因为好像大家用到的还比较少 因为有器械构图 不对称构图 偏离中心的构图 还有就是比如说大家知道很多电影 它会使用非标准比例 其实这种构图呢 它可以给我们一种比较不稳定的视觉体验 所以说这位同学他就会觉得 好像不不稳定的构图 它更能突出人物的个性 确实是这样 因为大家可以记住一个原理 就是构图里面的一个原理 不规则的构图 它能打破常规的视觉平衡 然后达到一种独特的个性和反传统的态度 很多艺术学校的 他在一个比如说一个很城市化的训练之后 在最后都会有一节课 都会让这些艺术学生去打破规则 所以我觉得这位同学他的感觉很对 不是横平竖直的照片 确实可以更好地突出人物的个性和特定的情感表达 但是这也取决于你的人物 他到底给人的是什么样的感觉 我平时有收集一些样片 可以给大家到时候看一下 就是对倾斜构图感兴趣的同学 有同学说了 倾斜构图糖水和二次元经常使用 二次元的Cosmos是写的 然后还有就是下一个问题 老师在拍摄时测光和自动对焦 这两个概念有一些分不清楚 一直认为办案快门时自动对焦 就是在测光 这个问题有没有其他同学也有相同问题的 办案快门的时候是在自动测光吗 我看有没有就是真的会把这两个概念搞混的同学 这两个功能真的很容易区别测光 它是用于判断场景的亮度 比如说它会影响你去设置曝光 ISO光圈快门的 而自动对焦呢 它是决定哪些你拍的哪些对象是清晰的 拍摄主题是不是在焦点上 对焦它影响的是照片的清晰度 以前我用单反就是真正的单反 我也不会去这样去测光 这十几年前的相机我也不会去测光 但现在有一些摄影师他会比如说拍一些日出日落 比较高反差的时候可以用点测光 但是你需要重新设置 不是说你办案快门的时候 你的相机就自动测光了 然后就是在白天非摄影工作时 由于强度太大 如何空下来专心学好摄影 我觉得这位同学的问题很有借鉴性 因为这个问题它不只是工作之外 怎么去学好摄影 其实在工作之外 我们要去学其他东西也是一个道理 白天头昏脑胀 刚做完晚上学习效率变差太多 这个很重要 所以这位同学你可以看一下 待会我给你说的一些经验 现在因为大家的生活节奏都很快 大部分同学我觉得他的生活节奏都是快的 然后工作之外的时间又很少 人就也很疲惫 就像刚刚那个同学说白天上完班 然后晚上也很头昏脑胀的都很疲惫 但是这个现象呢 不管是我们学习摄影 还是学习其他的东西 其实我们都需要管理自己的时间 比如说我自己对时间有一些看法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东西都是不公平的 每个人之间也有很多的差距 但是最公平的一件事情就是每个人的时间 因为我们每个人每天都有24个小时 不可能说我有只有20个小时 你有30个小时 不是我们都有24个小时 只是说我们每个人把时间分配到不一样的地方 也就是我们的选择 有可能有一些同学会说 我今天没有时间去做这件事情 其实不是你没有时间去做这件事情 而是你想要做这件事情的欲望到底有多强 只要是你内在有强烈的欲望 也就是我们说的内在的驱动力 其实自然而然我们就会去放弃一些不那么重要的事情 比如说我就不去刷剧了 我就不去看短视频了 然后我就会围绕我想要去完成的这个目标 去匹配资源 就是你要怎么样去匹配你的时间 比如我自己的例子 可以给你一些参考 然后我再说方法步骤 比如说十几年前 我特别想学3D 也就是3D建模 灯光渲染那些东西 然后白天和大家一样 其实我也需要去上班 也没有整块的时间 就是白天 我没有整块的时间去学一样东西 所以我每天早上会四点半起床 保证学习两个小时 然后我会运动四十分钟 然后再开始公司的工作 因为这两件事情 是我很想去做的 就是坚持运动 和我自己的一个学习时间 而且我比较喜欢早上这段时间 因为早上的话 我头脑比较清晰 注意力也很强 我觉得一个人 这段时间就很亲近 就很享受 它可以让我整天 都变得很丰富的那种感觉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一段时间是这样的 就一天中有一段时间 你自己一个人去做一些事情 它是可以滋养你的 然后我就按照这个计划 就用了两到三个月时间吧 我又不记得 因为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 然后每天学习是三到四课 然后我就把这个东西学会了 后来我总结方法呢 其实就是有三点 比如说你先要制定目标 你制定了目标之后 你就要分解 这个时候呢 你就是目标的计划者 比如说我计划者 也就是设计者 比如说两个月内 我要学习 Just You 调色训练营的调色系统课 比如说一共60多节课 那么你就需要把所有的课程 分成小的可以管理的目标 比如说我每天就学一节课 我没有太多时间 我就学一节课 我就听课和练习 算下来吧 你就算一下自己需要的时间 比如说大概就需要30分钟 这样你就知道 原来它不会占用我太多时间 30分钟或者是一个小时 对于我来说 是完全可以安排的 那么这种长期的坚持 你就可以积累到很多的知识 第二呢 就是安排固定的学习时段 刚刚我说了我喜欢早起这一段时间 因为我感觉这个世界是完全安静的 我自己也可以高度的集中 所以我就会选早上这段时间 去执行我的目标 比如说我以前参加马拉松 那之前的话我就会训练几个月 那么每天我也会按照计划的 这个目标去执行 还有就是我记得在十几岁的时候 那个时候高中嘛 因为大家其实也知道高中时间很少 你每天都需要学习 那么而且但是那一段时间呢 我就很喜欢读小说 比如我会读一些国内的国外的小说 一些经典小说 不是现在的那些科幻呀什么的 比如说鲁迅老舍 欧美的一些经典小说呀 莫伯桑很多很多 然后那时候我就给我自己说 那今天这一天我在哪个时刻 可以抽一段时间 比如说30分钟 当时我就选择的是在 午睡前的30分钟去完成这个目标 然后我就每天30分钟 后来一算真的那一年下来 读了好多书 具体我记不清楚了 所以说第三点 大家要完成一个目标 比较重要的 就是分开计划者 就是设计者和执行者 这两个角色 大家可以真的去试一下 试了之后 你跟我说一下你的效果 比如说我们在设计一个目标的时候 也就是说我们在计划一个目标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是计划者 你就要考虑自己的实际情况 他可不可以去完成这个目标 你就可以 比如说我要 我有一个目标 然后我把它拆分成每一天 我要做多少 这个时候你是计划 对不对 然后当你计划好了之后 你就是执行者 你在当执行者的时候 你就千万不要去想 你还是一个计划者 也就是说你执行的时候 你就不可以再去改这个目标 但是我知道 在执行的过程中 有可能 有可能是你需要去调整 那就是因为你计划的时候 你没有按照实际的情况去制定一个可以达到的目标 这个我们先不说 我们就说你是一个执行者的时候 而且这个目标是可以达成的 这个时候有可能你就会遇到一些拖延症 哎我今天就是不想做 我今天好累呀 其实你遇到这个时候的时候 最有效的方法 最有效解决拖延症的一个方法 就是啥都不要想 啥都不要想 数一二三 什么都不要想 你就自己去做 因为你越想会越不想做 其实有一本书就很多年前出来的 我当时看过 叫时间管理之类的 还是什么拖延症 我不记得是国外一个人写的 一个女的 我不记得他叫什么名字了 他说的一个原理就是 数一二三 什么都不要想就直接去做 因为拖延症其实就是你想出来的 就是你越想越不想做 越想越不想做 其实你不想的话 你就直接把你的思想和你的人 把它分割成两块东西 你就可以去执行 你就可以去完成 而且这种练习之后呢 后来你就会发现 在执行每一个目标的时候 你都会很容易去达成 这些都是一些习惯吧 平时的一个习惯 所以在白天 你很累的时候 你觉得你晚上没有办法学习 那你就抽其他的时间 你根据你自己的一个状态来调整 然后就是 还有一个同学说 希望成为一名更加专业的摄影师 摄影作为职业能不能干一辈子 有没有同学是想转业的 就是说想就是从现在的工作 然后变成一个全职摄影师的 有没有 有 有想过 因为很多 是不是就是不行 因为 是不是我觉得国内可能有一个不好的点 就是说你高考的志愿不是你选的 你不是说你喜欢的工作 你就可以去干的 会不会有这种现象 做了几年之后 又发现自己确实不喜欢这个职业 想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职业是吧 所以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 不仅是在想已经在往这方面发展了 因为有些工作 他发现他可能和你的三观不符了 是不是 其实我也有这种经历 因为我们现在调动处的工作 他并不是在调动自己的最大优势去做的 所以大家都会觉得 对对对对 Amber你是在参加我们课程的那一年转业的 当时我不知道 是我昨天才知道的 其实我觉得还很需要勇气吧 因为你当时好像职业和收入都很稳定 你怎么敢去冒这个险呢 其实我当时已经工作七年了 对 而且我一直做原来的工作 然后在原来的公司 我真的是一个很稳定的人 然后我之前是一份 Sales相关的工作 你知道Sales它都需要积累嘛 从零开始 然后我其实到那一个程度已经积累了 非常多优质的客户资源之类的 然后收入也是很稳定的一个状态 我想我觉得我自己会下定决心做这样的行为 我觉得是有一个状态让我非常不喜欢 就是我需要消耗非常多能量去工作的 然后那个状态让我根本没有办法得到一点的滋养 就像很多人会说 没有办法不敢再辞职 怕很难再就业 对 我当时就是因为我这个年龄段 我觉得我如果不再做这样的事情 我会有很多羁绊以后 我根本就不敢这么做了 然后我就会好像会一直有一种欺骗自己的感觉 就是说我现在没办法了 不想有这样子的遗憾 那我就在那个时候呢 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 然后周围的人都觉得我疯了 对 但我也觉得这个决定是挺勇敢的 对于我自己来说 很多东西我以前好像没有办法自己做主 这个事情是我唯一一个 就是我不需要去征求别人意见 我也不需要自己的内心来安排的 然后我看这里有人说会担心把爱好当职业会很痛苦 其实我在大学刚实习的时候 我就有这样子的犹豫 因为我是从大学才开始买的单反 然后我当时在实习选择之前呢 我也在想要不要去把摄影职业化这样子的 有想过 那当时周围的人都跟我说那摄影是一个很昂贵的 你可以当个爱好玩 但你要从业的话你会饿死的 我没有办法做主 因为我根本不了解这个行业 也不知道未来会有什么东西等着我 对我也更重要的是 我很怕我把这个爱好当职业了以后 我会感觉很痛苦 对后来我发现 其实让我痛苦的根源呢 不在于我做摄影这件事 在于那我可能去 接了一些我不想拍的片子 或者是有一些东西是我不想做的 这个过程我没有办法 可能基于一些生存压力 或者是各种也好 然后这个过程让我很痛苦 并不是摄影这件事情让我很痛苦 我觉得这个东西它是分开的 分开来看的话 它就很清新 有同学说担心把爱好当职业会很痛苦 刚刚你已经在说 然后从事传统行业 摄影的时候让我感觉是体验的一种生活 那就说明你真的喜欢它 因为你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可以去完全去享受整个过程 我记得我以前也是青少年的时候 那时候画画 我有一幅画我真的画了三天 我就一直在那个世界里面 我真的很喜欢 那就说明你真的 你产生了那种心流 就说明你真的很喜欢这件事情 那你就应该去做 因为一个人 其实说白了一辈子就这么多年 你如果真的有条件 去做一些大胆的决定 为什么不呢 如果它就是你真正喜欢的东西 因为我发现其实很多人 他不知道他喜欢什么东西 所以我觉得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也是一种很幸福的事情 但是呢 我觉得可以给大家一些建议 就是说你如果想要转业的同学 或者是有意向 或者是准备要转业的同学 你可以先明确一下你的目标 你不能说我想当一个摄影 我喜欢拍照片 我就去辞职了 这个对你来说也不好 对你的家庭也不好 你可以先想一下 你要成为哪一类的摄影师 你是要成为一个商业摄影师 婚礼摄影师 风光摄影师 儿童摄影师 还是时尚摄影师等等等等 你先去看一下 你到底是喜欢拍什么 你有了这个目标之后 然后你就需要去刻意地练习 这一行的东西 你知道比如说 切合你自己的实际情况 你喜欢拍一种风格 那么你就去拍 因为只有你喜欢的东西 你才可以坚持到最后 然后第二步 你这一步准备好了 你就需要第二步很关键的 就是你要建立自己的作品集 因为一个优秀的作品集 它绝对是获客的关键 你看以前我在公司里面 应聘其他摄影师的时候 当时我不会去看他的学历 但是我第一眼看的 就是他的作品集 就算你学历再高 你的作品集不行 我们公司也不是请你这个学历 所以一个优秀的作品集 很重要很重要 然后就是你有了优秀的作品集之后 你就要学习一些商业技巧 比如说你的摄影技术 首先要顾关 有客户喜欢 然后还需要就是和客户沟通 报价签合同这些 你都需要去 你才开始有可能 你不会做得那么完善 但是慢慢的 一会生二会收 或者是和我们的一些 职业摄影师 Amber或者Room那些 都可以聊这些东西 还有我们群里面的一些 职业的摄影师 其实都可以去聊 然后第四点 这个就是需要大家去准备了 就是让别人知道你 就是有可能在这个时候 你都不用去辞职 你都可以开始 就是让别人知道你了 比如说你身边的人 还有就是现在的社交媒体 参展 参赛 等等的方式 比如说我知道 中国很多摄影师 会在小红树上面来展示自己 我们学园里面 有很多人都有小红树 然后国外的很多摄影师 他就会用Instagram 这些平台 他都可以让更多的人去发现你 然后喜欢你的作品 所以我觉得 有同学说学了几年了 不管学多少年 其实都会需要很多的时间和努力 但是我觉得 要成为一名专业的 有话语权的摄影师 你都需要让很多人去认可你 也需要很多的动力 这个动力的来源 其实归根究底 还是因为你对一件事情的热爱 因为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你喜欢摄影 你真的热爱它 你每天可能可以拍一百遍 你可以花几个小时来修图 但是不感兴趣的人 或者是就是 像大家有可能说 我不是喜欢做这个职业 我只是说为了来挣钱 那么有可能我每天逼自己做 我就只能做一遍 所以你热爱 你可以做一百遍 你觉得是很轻松的事情 但是别人会逼自己去做一遍 然后这种日记的月累 就会让你和其他人 产生很大很大的差距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摄影作为职业 能不能够干一辈子 我刚刚我还看见前面 有同学说 AI的急速发展 不知道会不会对我们 从事摄影有不好的影响 其实我觉得不会 你不要去被动的想 它会代替我 你要想你怎么用它 来创造更大的价值 比如说现在AI很多软件 它可以加速你的后期 可以达到以前 我们达不到的一些效果 那这些东西 其实都是你的优点 你可能就会向你的客户 去展示其他人做不到的一些效果 那你不是就更有市场了吗 是不是 你要这样去想 比如说以前走路 后面有了车之后 你不可能说 马车夫 我就失业了 那你就去用车 你有可能就可以去买很多辆车 你都可以开一个连锁 是吧 而且我们现在本来 它的科技发展就比较快 大家我们都需要 就是去接触一些新的东西 去学习一些东西 你要学会就是 把这些技术 都当成是一种工具 就是为你所用的一些工具 然后去展开你的想法 不要说 我就是怕它出来会代替我 它不会代替你 你可以用它去创造更多的价值 模特引导这方面问一问 我见过婚礼摄影师 其实在拍摄过程中 很多画术都信任笑 然后抓拍最自然的瞬间 这种画术有途径可学吗 因为我们面对很多都是普通人 我觉得应该有吧 只要是画术或是技术 都是可以学会的 我觉得它可能会因为 每一个摄影师的个性来定 比如说我 你知道有一些博主 有可能他就是很会搞笑 他会把大家都逗得很开心 但是我不属于这种 但是我不属于这种的话 我觉得我也达不到 那么我也不需要去达到 你可以找到你自己的一些方法 比如说你觉得你是哪一种 我不知道 幽默肯定会有很多种 你也可以去找到 反正就是比较适合你自己的一些方法 去逗新人笑 我觉得你可以去根据自身的优点 去思考这个问题 不要说它是这样做的 好像我的性格好像又不适合这样去做 但是我要去学 那么有可能学出来的效果 它也不会很好 我觉得 就得一看情商 对对对 我觉得我觉得我不是那种情商就很高的人 那我可能就不会在视频里面去很搞笑啊什么的 因为我做不到呀 对 然后也有一个另外的一个方法就是 面对的很多都是普通人 客户也是普通人 那我们其实在拍的时候会更多的注重跟客户的前期沟通 因为不是所有客户它都是一样的需求 它可能它需要的东西还不一样 还有同学问 有时候做些简单的调色能套预设 但是图片太多了 而且还要单独做些调整 数量一多就很麻烦 老师有没有什么工具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现在有一些批量调色的工具 也是一些AI因为以前我们批量调色的时候 我们可以调一个然后复制给其他 然后还需要每一张都单独去调 比如说Amber你拍这一组照片 你肯定会有单独去调整每一张的这个经历 有可能这一调就几个小时 很容易就过去了 一天很容易过去了 现在有一些AI软件是可以实现的 如果大家感兴趣 对新的技术感兴趣 以后我们每一个月都可以去给大家介绍一些 可以去代替 对这个同学说的很好 代替多数重复工作的一些工具 一些功能 对我觉得这个大家是可以用的 但是如果你是真的很享受 自己调色的那个过程 我花很多时间 我一笔一画的去调 我觉得这个也完全没有关系 只是说有些同学 他可能时间本来没有这么多 而且他对这些重复的操作 又很熟悉很熟悉了 比如像我这种 我就有可能我就会去用AI软件 然后就是下一个问题 这些问题我把它归纳成了 对世界充满好奇 渴望理解事物的本质和背后的原因 具有批判性思维能力 我觉得这些问题很好 里面有一个同学 他说他在法国好像待了11年了 他想知道 他回国后发现 国内对影视时尚和摄影 在审美风格上有比较大的区别 想请老师详细分析一下 这种差异性具体体现在哪些地方 造成这种差异性的具体原因是哪些 哇这个问题真的很大很大 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都可以用一期 去聊很多个小时了吧 但是这一类的问题我很喜欢 因为它可以让我去研究一些东西 就深入的去思考 我觉得这些问题 还有如何保持初心 其实我自己有一个保持初心的方法 因为我觉得这个应该大家都会遇到吧 回归初中 我觉得如果是摄影方面的 就应该想一下 我当初才接触摄影时的那种感受 比如说我要记录哪个瞬间的时候 我就觉得很开心 然后我要表达那种情感的时候 我也觉得很开心 所以我觉得保持创作的初心 它需要就是和你当初的那个感觉连接起来 其实我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 我的电脑左下方 我一直都会贴几个变迁条 因为这个东西是我最容易看到的位置 所以它就可以每天提醒我 然后我的初心写的是 我给大家读一下 大家不要笑哦 则一世 终一生 我的初心就是要帮助大家理解摄影的原理 就这么简单 因为你写的太多的话 其实我每次还要去读 它可能就不是那么闲言 所以我就会写几个字 然后写这几个字呢 大家都知道 那个变迁条粘久了之后 它就自己会掉 它就不粘了对吧 而且又很旧 所以每次它掉了之后呢 我就会重新再写一次 然后再提醒我一次 然后继续贴上 目的就是让自己始终如一 因为这个这个习惯 其实也有很多很多年了 我觉得我也遇到过很多时候 就是你很容易走偏 放弃初心 但是我每次都会通过这种方式 然后去找回初心 就我自己的一个经验 反正就享受过程吧 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有一个关键就在于 你是固定性思维还是成长性思维 比如说成长性思维就是说 我今天做这次直播 我有不是说我要赚多少钱 而是这次的直播我有帮到多少的人 或者是我自己有什么样的成长 其实上次我看到一本书 我觉得很有意思 我最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后其他的问题 我以后再找机会跟大家分享 我上次看到一本书 是一个摄影师 他自己写的就是说 他不摄影了 他去做剪纸 然后人家就问他 你为什么就是从摄影到剪纸呢 就完全是两个不相干的职业 然后他就回答说 他说我用摄影是在讲故事 但是我用剪纸我也是在讲故事 而且他有一个比喻 我觉得很有意思 他就是说 一个人就像一张白纸一样 然后随着我们的成长 不管是我们的学历 我们的学习 我们在社会上取得的成就 就像一块一块的砖一样 它叠加在我们的白纸上 然后慢慢的你就会发现 你好像人生就是这些东西 你就看不到最初的那一张白纸了 因为你都被这些名利 或者是荣誉被给覆盖了 然后你就找不到初心 这个时候你就会很不快乐 很不快乐 虽然说这些东西很重要 因为我们需要他去生活 需要他去支撑我们的梦想 但是我觉得可以时不时的 就是自己去拿掉这些东西 然后他就选择在这张白纸上 这样光才可以照进来 光照进来之后 你的心里就会明亮 你就可以用你的光亮 去影响其他人 我对他的感受 真的很切身的一个感受 因为我觉得博主吧 你就需要心中有那么一束光 如果你就是天天就想着 我今天要多少流量 我今天要挣多少钱 你是不可能感染到别人的 因为你没有那束光 那束光我觉得是人和人之间 不可言喻的一种东西 刚刚那个问题我也发现 是不是地域审美不一样 其实每个地域 它都会有不一样的风格在 比如说刚刚那个同学说 他说法国为什么和中国的审美标准不一样 其实这个问题确实是很大 但是我可以说几点 比如说在法国 他会更加注重个性和自我的表达 因为他法国的文化 比较崇尚的就是一个自然美 和一个个性的解放 其实大家不仅可以在他的时尚大片 或者是影视作品 他的影视作品 其实法国的影视作品 都是很小众的 就是比起美国的那种商业化的影视作品 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大家其实可以平时去看一看 然后国内的审美呢 它有可能是比较精致的 比较理想化的 比如说我们经常看到 我看的东西不多 但是我看到过一些片段 一些片段 他就会注重那种很完美 很干净 俐落的形象 然后影视里面也会要求 就是复制很完美 然后五官都是很标准 还有就是我们的文化背景 有可能也不一样 美学的表达 还有市场的需求等等的因素 其实他都可以决定 就是说他们两个的风格 是怎么样的 还有就是还有一个很实际的问题 就是拍摄上 就是法国和中国的 有一些拍摄的设备 它也是不一样的 它呈现的效果所以也不一样 这个东西很大 地理文化历史这些都有关 就好比中国的水墨化 跟欧洲的油画相比 风格肯定截然不同 对的 对的 这个理解就很 对 很到位 是这样的 补充一下 比如说前面对于艺术的提问 定义好和不好的艺术 这些问题都很大 我真的很喜欢去讨论这些问题 我自己也比较喜欢去研究这些问题 这就是国外和国内最大的不同 法国的Bug考试的作文题目 都很艺术性和哲学性 这个也比较 对 而且他们的考试 很少有标准答案 这样的话你自己发挥的机会就更多 还有什么问题 然后我看一下最后一个 看一下前面还有没有同学 对 法国考试 法国考试 其实我在法国考了很多试 但其实我的成绩单也很好 因为我每次都得的A 好像以前我们班 就硕士班的话 一个班是有11个人 但是我第一年考了第一名 然后有班上的法国同学 我们班有我是亚洲人 还有一位是台湾的同学 然后当时这些法国的同学就会说 他说我觉得你们对课程的理解力 好强呀 然后我在想 有可能是 有可能法语不是我的母语 但是有可能 是不是中国人就更擅长考试一些 都有可能 但是我们的考试 也不是说就是应试考试 因为你里面很多成分 都是你自己办展 还有就是去演讲 每个月你都会去讲一些观点 和老师碰撞 然后去讨论 我觉得国外和国内的教育 有最大的不一样 就是他会锻炼我们的口才 真的是 因为你说话的机会很多很多 这个同学他在法国生活11年 他肯定会发现 就是说法国人他很喜欢 他觉得我们两个人如果在一起 我们不说点啥 他会觉得很尴尬 他和我们中国人比较内敛 然后比较含蓄 这种是不一样的 而且我们中国人 我觉得我们不喜欢 就是过多的去争辩吧 我看一下最后一个同学问题 他说在同一场拍摄 人像写真会出现不同的影调 因为背景避免产生不同的光比 后期调色时 把大光比吧 与小光比的照片 需要尽量统一风格嘛 应该是这个意思 一组照片 通常用相同的色系和风格 但是有时候场景差异比较大 后期如何尽量给人一致的感觉 第一个问题 这个我们以后可以就是说 给大家示范一下 因为这个问题最好就是操作 这些作品 作为普通人看 可能就像我们今天随手拍 而解读 解读出来的感觉 相对普通人来说是过度解读 其实这个东西 可以说是也不是 你知道之前做的是现代艺术 里面会牵涉到一些装置艺术 或者就是一些摄影 但是它和我们平常的摄影 是不一样的 我跟你说一下为什么 因为一个摄影 不管是大师 还是说一个艺术家 他在创作一个作品的时候 他在后面都有一个论点 我们说其实艺术 它不完全是艺术 艺术我给你说一些学院派的一些思维 艺术它是建立在科技 科学技术 还有就是政治文化之上的 也就是说我在创作一个作品的时候 不是说我今天要去拍一个小姐姐 或者是拍一个糖水片 我就是按照一个艺术的创作的 这一个路径去做 那么我一定会有一个论点 你想知道我以前的论点 就是在读硕士和博士的时候 研究的论点是什么吗 其实和大家可能你们就完全不感兴趣 我研究的是后现代人 就是赛博格那些东西 那么我就需要用我的艺术作品去展示 比如说赛博格女性主义 其实简单的说 就是说现在我们看到的 不管是AI或者是一些社会的革新 其实我们在学院里 有可能是50年前就讨论过的 其实学术界应用这些理论 或者是这个社会的发展 就是我们现在应用的这些技术 会早很多很多年 我们讨论的有可能就是100年之后 才会发生的事情 或者是200年之后才会发生的事情 这些东西都是值得我们去讨论的 所以说有可能这位同学 我不知道你具体指的是哪一类 但是如果它是像我刚刚说的 那么它背后有一个论点 那么要去呈现这个论点 它就可以是很多很多种形式了 它有可能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一个艺术家 他是就是用蓝色 红色 白色 或者是一些点线面 三角形去画画 一个很著名的画家 对 其实他就是想说 因为你知道艺术的发展 之前是一些比较传统的 比如说欧洲的绘画 它是建立在宗教之上的 然后它发展成印象派 它本来就是打破了一种自由 然后打破那种自由 就是说大家都可以去捕捉那个光影 此刻的一个色调 但是当时印象派在学院里面 是不受待见的 大家都会说你这个是个啥呀 所以你就会发现 其实艺术的发展 它一直都是在被前人批判的一个过程中 就是你创新人家不让你创新 特别就是一些比你更有话语权的一些艺术家 他会阻挠你 还有之后的野兽派 解构派等等等等 他们在出现的时候都是一场革命 其实这个我们在我们的系统课都有去讲 就艺术史 大家就会知道 你现在如果是要去创造一个东西 有可能你也会被别人批评 这个是肯定且一定的 我觉得对于普通人来说过度解读 这个真的不好说 因为我没有看到你说的是哪些作品 到底是过度解读呢 还是说他就是想要传达这个东西 因为现在我们要去看一些现代艺术 你必须要知道他背后想说个什么 如果你知道他背后想说什么的话 那么你就可以理解他 那我们今天好像大家也挺晚了 今天虽然说是我第一次直播 但是我觉得我很喜欢和大家 就是一起度过的你们那边的晚上 我这边的下午 然后我也非常感谢每一位在这里提问 互动的小伙伴 特别是还有我们亲爱的班班 各位组长 大家都很忙 都能抽出时间来参与和帮助其他的同学 我觉得真的很不容易 还有我们的嘉宾安波 以及所有积极参加这次特训云的小伙伴 因为所有的东西都不是我一个人做的 是大家的共同努力 然后让这一次的特训云变得很有意义 所以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呢 可以留言 如果真的是不想再浪费时间碎片化的学习 不想辜负每一次按下的快门 因为很多片子 它可能是可以通过后期成为一个大片的 如果是大家想要深入系统的学习调色 可以参加我们的摄影系统课 因为这门课真的沉淀了我所有这么多年 就是在这一行的所有的感悟和经验吧 然后制作也花了整整一年 而且我每天的工作时间都是超过十个小时的 然后当时设计这门课的目标真的是 如果是大家这一辈子只报一次摄影调色课 那么这是最后一次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我也非常希望能够在未来的课程里和大家见面 还有我们的社群 我也希望它是很温暖 然后大家可以一起去分享一些 不管是很实际的话题 很实际的技术 还是说可以引发我们 激发我们思考的 我希望我们的群体是一个很有价值 然后有很多想法 因为这些想法真的可以让大家变得越来越进步 这个社会还有这一行也会越来越的进步 我觉得我们都可以去讨论 也可以时不时的 不管是在视频中 还是在直播中去跟大家聊天 大家再见了